靈活小白錠 行動不卡關 勇德生技軟骨素加圓錠 邀您貢賞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醫師好辣 介紹給我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病患太多的問題讓醫師好困擾 今天好辣醫師團的醫師們 要來告訴大家 病患的哪些問題 讓他們快崩潰 好辣軍團們 又有什麼要來分享呢 職班小護理師林彥均 哈囉 大家好 有時候病患的疑慮 一直會問 然後會造成醫師的一些困擾 今天醫師來分享 到底我們問了哪些問題 讓他心裡很 很不爽 對 覺得很煩 對 今天就好好說一下 來 我們心上科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目前這個問題 我的血管品質好不好 血管的年齡到底幾歲 尤其最近打疫苗的時候 還有很多人問說 我到底教過有沒有血栓 有沒有什麼東西 對 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我印象中最痛苦的 還是有一些民眾 可能不太清楚 他就譬如說有一個四十多歲的男性 他就來 他就說 醫師我最近 脖子硬硬的 而且手有點無力無力 我摸脖子 好像有摸到硬塊 我是不是頸動脈堵住了 我血管一定是堵住了 但是血管 尤其動脈血管 基本上是在裡面 而且血管是個軟的東西 你摸不到硬塊 你真的摸到硬塊的話 大概已經快不行了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你是摸不到的 所以我們說不會 放心 血管也摸不到在很裡面 怎麼樣 很麻煩 所以現在我們最好的方法就是 有這所謂的 攜帶型的超音波 我超喜歡這種東西 攜帶型 以前超音波算大台 以前大家推台戰車一樣 很不方便 那現在有這樣的東西 現場就可以做給他看 也許我沒有辦法 很精準的告訴你 一切的血流什麼東西 但是我可以很簡單的 去做個 頸動脈的掃描 我可以簡單的看一下 超音的這個心臟 我可以做一下這個周邊血管 是這樣子 我可以快速的 邊看邊給你解釋 因為它非常的輕巧這樣子 所以我變得非常喜歡 用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你這樣看 可以看出它到底有沒有堵 對 因為脖子的血管是我們身上最沒有 沒有任何東西掩蓋著的 它剛好就在脖子這個地方 不會被骨頭蓋到 你不會也沒有骨頭 也沒有太多的組織 也沒有脂肪什麼都會擋住它 所以你輕輕鬆鬆一看 你就會看到血管裡頭 有沒有所謂 血管有沒有狹窄 而且頸動脈這個地方 因為是心臟逆流向上的去打上去 所以它是衝擊力最大的 你可以看出它的流量嗎 對 你可以看出它的流量 所以要精準做的時候 一定要去算流量 算阻力 算什麼 但是我們簡單看的話 就看動脈有沒有硬化 而且我們壓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 血管有沒有彈性 這個頸動脈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你緊接著其他的心臟血管 也會有動脈硬化 因為動脈硬化是全身在同時進行的 所以這個地方都有的話 你就要小心腦裡面有沒有動脈硬化 心臟有沒有動脈硬化 周邊血管有沒有動脈硬化 所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今天來試試看 我們找一位挑一個非常漂亮的美女 我們來試試看 美女應該可以來試試一下 你的心血管也沒問題 你跟人家做這種 不見得瘦血管就沒有問題對不對 是沒有錯 來 慢慢來沒問題 這個膠 然後他這手會抖 因為顏主人手在抖 對 所以輕輕放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可以看到血管血流在跑 那這時候你就看 血管有沒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去看 其實很流暢耶 對 非常的流暢 然後它有沒有逆流啦 有沒有個小山丘 有沒有動脈硬化的斑塊 所以我在上面走到回來的時候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一個東西 你先起來一下 都還好嗎 太厚了 太厚了 後面站著 看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就放在頸動脈這個地方 一看的時候就可以看到瓜哥 這兩個血管旁邊沒有動脈硬化的斑塊 有一點點小膜 後膜的增生 那是正常的一個反應的情形 那是什麼 但是血流是非常順暢的話 就沒有任何的問題 所以它代表是這個一看 然後你再輕輕地這樣一壓下去 那你就看它血管的彈性是非常好 所以瓜哥非常非常健康 好血管 對 開心 太厲害了 這個時候不用顧及主持人 對 靜說好話結果已經是 謝謝 超音波最大的特色是第一件事情 它先看構造 所以我們剛剛先塗上去的時候 我們先去找你的血管 找到血管的話 馬上就可以看到血管壁 血管壁如果有鈣化點的話 它就會看到很明顯的 白白的一個 一條東西在那個地方 如果動脈硬化嚴重的話 它甚至還會 有產生小山丘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會按這裡面一些小觸鍵 觸鍵就會看血流 它就會按出血流 所以剛才漂亮的美女 所看到的就是血流 所以我們會看到顏色 顏色尤其在撞到小山丘的時候 它會變色 它有時候會變成藍色 一般過去的話大概就是紅色 然後會看到藍色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還可以看這個山丘的前跟後 我們還可以算出來它的壓力是多少 因為理論上如果是健康的血管的話 咻一下子它就會過去了 那過去的時候 它就不會有任何的壓力差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在周邊血管檢查 除了用這麼好的機器 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我們利用血壓的流速 也就是說全身量血壓 我們最常問大家問題是說 身上量哪隻手的血壓是最準的 有些人就說右手 有些人說左手 有些人說什麼地方 其實真正標準答案是 不管量哪個地方 都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我們量右手臂 跟右腳踝 它的血壓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說你的腳踝跟上臂 有落差40毫米骨柱以上的話 我們就要懷疑說 中間有一段有堵柱 那它到底堵在什麼地方 我們再用階段性的去量 所以我們還有一種檢查叫做 階段性的壓力測試 我們同一個時間去測試 然後我們就看1比1的比率 那如果說血管真的有差 20毫米骨柱以上的話 我們就認為說糟糕 這個地方好像有點狹窄了 這時候寶器就進去看 這一段哪裡有堵住 堵得多嚴重 要去放氣球固張素 還是要放支架 還是做繞道手術 當時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判斷 大家講血管健康 有一個地方就是最容易顯現 男人血管的健康 就是它下面那個地方 對對對 所以我們其實密道科 有在做陰莖的 被動脈的超音波 所以如果瓜哥要我們也是有機器 要嗎 要嗎 再來試一下吧 瓜哥 你現場知道嗎 主持人的福利啊 這個叫福利 我敢肯定流量 耍耍叫 也是因為這種血管問題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年紀大 然後可能高血壓糖尿病 阿伯他就是 他下面就不太行 那通常我們不太行來 第一件事都是先吃藥 可是有時候這些人 他通常吃藥效果會不好 所以我們就會幫他做超音波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狹窄 那有狹窄之後 我們就會覺得 你真的狹窄你吃藥效果不好 你可以考慮用一些復健的方式來輔助 那或者是說用一些比較激烈的 有些藥物是可以直接打在機器上 讓他硬直 對 那我們就是有一個阿伯 他就五十幾歲 也是抽菸喝酒吃冰糖都有 然後就下面不太行 那我們就原本檢查完說 對 你可能要做下一步復健治療 會比較好 然後他就說他補藥 因為就是他覺得 我們復健治療其實用一個真空幫土 就是把他吸 然後他的機器會變大 可以讓 對 那可是他就覺得他這樣很丟臉 然後他就是要做之前 他要說休淡姐 休淡姐 然後他先去套 他覺得這樣很丟臉 他就說不要 那我要打針了 我說好 我們就給他一個針劑 然後他打了 很有效就會硬起來 結果買了兩三劑回去之後 過一個月來 他說醫生我不要打針了 我說為什麼 你不是說打得很有效嗎 他說沒有 他說因為很痛 打下去非常的痛 通完之後就沒有興趣了 我就不想了 他說好吧 那就是認了 那你就是拿著那個幫土回去 然後自己每天復健然後吃藥 後來才比較好改善 我們第二個要來抱怨的是誰 來 我是神經內科 我們其實蠻多那個病人來 我們求醫 求診 都會跟我們問一個問題 我的頭痛程度很嚴重嗎 那有沒有可以找到原因 到底原因到底是什麼這樣子 就有講一個案例 她是一個50歲的一個女性 其實她已經 已經大半輩子都在頭痛了 從她20幾歲到現在50幾歲 天天都幾乎都頭痛 那她也去過很多診所 大小的醫院 甚至也做過不少的檢 那這樣也蠻可憐的 其實很可憐 很可憐 甚至她已經是 試變了所有的那個止痛藥 中醫 西醫 針灸這個都試過了 就是說找不到原因 那到最後就會流浪到我們神經內科來 那因為每個醫師都對她 沒辦法了 那她說那你們看神經內科好了 結果我們再去看看 原來她基本上幾乎天天頭痛 而且她還會跟我們說 我只要吃哪一種的頭痛藥 才會有效 但其實你再去問她 她那個頭痛天天還是有 天天還是吃 其實她沒有解決到她的問題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患者 她已經到達一個叫做 那當我們的那個止痛藥 吃得過量的時候 大腦都會產生一種 敏感化的一個現象 讓她的頭痛越來越不容易更治 那其實這個時間點應該做什麼 反而不是吃止痛藥 反而需要吃一些 預防性的藥物這樣子 那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口服的預防藥非常非常多 也都蠻有效果的 那我們最近其實這幾年來 我們有一些非藥物的治療方式 那包括有些是打針 譬如說像最近這幾年來 有一個非常紅的藥物 叫做CGRP的單柱抗體注射藥物 那這種藥物其實它非常方便 它只要一個月 有些是三個月打一針 其實我們需要先符合它偏頭痛的診斷 其實我們有一個口訣 就是 預防頭痛不可不治的一二三 那一是什麼呢 其實一週如果您的頭痛的頻率 平均來說 一週有一天或以上 其實你就會就醫了 那就好也看神經內科 因為我神經內科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您吃止痛藥 一週已經超過兩天在使用 其實你的藥量已經有點過多了 其實你就需要使用預防性藥物來 讓你的大腦變得比較不敏感 讓你的頭痛發作的天數降低 這樣你吃止痛才有效果 那我們預防頭痛其實有三招 這是第三點 第一個是預防性藥物 再來就是紓壓跟運動 CGRP的單柱抗體 它是設計針對偏頭痛的 一個專業的一個藥物 所以它是蠻有效果的 而且它也很專業性 所以它的負重也很低 這一個大概 醫院不一樣 大概一萬多塊 不只吧 大概一個月是一萬多塊 對啊 一萬多塊 可是因為有些病人就說 跟我這樣講 那它基本上是幾乎天天痛的 所以基本上它幾乎都不能去上班 那打了這個之後 它還可以去部分時間去上班 那現在就說 那你這樣子生活品質改善那麼多 你還可以去上班賺錢 那那個一萬多塊就賺回來 對 如果大家不想吃藥 或是吃藥已經吃得過多了 我們也可以用一些儀器 像現在最流行的有 非侵入性的神經調節器 那這一類型的儀器也滿多的 有些像我這個 就帶在頭上面的 滿像那個神力女超人的那個 滿帥氣的 它是怎麼樣 它是有點 你把它開機之後 它有點 其實它的原理就是說 你在疼痛的時候 如果我們大家都有一個經驗 如果我們不小心撞到 我們會揉一下對不對 讓它比較不痛 其實我們這個疼痛的訊號 跟觸碰的訊號 傳到大腦是在競爭的狀態 如果你很痛的時候 你去揉一下 有沒有觸碰的感覺 會蓋過這個疼痛的感覺 所以它這個儀器 也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最後一種我們有聽過 那這個其實在慢性偏頭痛的患者 它也是可以使用 它是阻絕它神經的 對 它是從周邊的這個 周邊的神經 把它打進去之後 它慢慢慢慢會 到我們大腦中速神經 不過這個打 它可以維持的效果滿長 可以到三個月 唯一的壞處就是它要 第一次就打三十一針了 就是你要坐在那裡 打個半個小時 那可能大陸鷹很痛很痛的 然後你後面就比較不痛 那不過打過量 會不會影響你思考或什麼 會不會 其實不會 如果打正確的位置 一般打的位置都 大部分都很安全的目前 不是為了美容 我的兒童那時候亮的 跟蘇貞昌一樣 好像說你二十五歲打什麼 因為那時候就是 神經內科醫生就跟我講說 全世界很多論文都說 打那個肉竹感菌 可以讓你的偏頭痛感散 降低啦 不會到完全不發作 其實我是長期 他講我這是點頭如搗蒜 因為我從高中開始 就非常嚴重的偏頭痛 我是家族性的 他剛剛說那個神力女超人 我每天晚上都在變身 因為我也用那個穿戴式的 我也用過 對 然後他真的很電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個超電 然後但是你觸電的位置 是在這邊 然後每天晚上電電電 真的你那個 會罵髒話嗎 但是每天電 因為我是高中開始就很嚴重 吃那個止痛藥真的是上千科 我自己行醫 我自己知道說 其實止痛藥不能這樣 那你為什麼自己不念神經科 要念到皮膚科 對 也是 自己治療自己 但是我對神經內科這些用藥 其實他剛剛講說 預防性的吃的我也用過 露毒我也打過 然後那個電額頭也有 然後包括說還有現在 還有用一些針灸等等 所以你現在改善了沒 我現在比較穩定 對 現在比較穩定 那剛剛有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 因為過多 我們會產生一個叫 當我們產生的 藥物使用過度頭痛 需要接藥 他有點心理的依賴 跟生理的依賴 這患者很特別 他天天痛 他天天吃這個藥 我們告訴他 這個藥會讓你 沒法更治 可是他沒辦法 他就是一定要吃這個藥 想懷孕的人 他可以做這個針嗎 如果他沒有正在懷孕 我們鼓勵他 他先把頭痛控制好 對 因為如果你頭痛沒有控制好 其實你也很難懷孕 而且 那我們有經驗就是 因為偏頭痛其實蠻多女性 都是跟這個荷爾蒙相關 那其實很多患者 那個 懷孕前那個頭痛很厲害 結果懷孕後 因為荷爾蒙比較穩定 相對比較穩定 反而頭痛就比較沒有 他生出來之後 又開始要痛 那我是安妮塔 我目前是擔任中英口醫 然後就像醫生講的 我的偏頭痛也是從很小的時候 就開始我11歲 就開始偏頭痛 這麼小孩 對 然後 而且他也是遺傳性的 像我媽跟我外婆 都有這個偏頭痛的症狀 那而且我的偏頭痛 它是會 所以就算我吃了止痛 要把頭痛給緩和住了 但我那個閃光遮蔽視野的 還是存在 閃電這樣 對 很像閃電 或者是幾何圖案 什麼五角形六角形 然後就一直閃 很像遊樂園這樣 你聽起來比較像那個 變形金剛剛的男主角 對啊 外太褲給他 說不定 你才有超能力 對啊 因為是沒有開發 這還有待探索 那大概從11歲開始 只要是有偏頭痛的症狀 就看不到 像是走路 可能會去撞到樹 還是說 對 或是要下公車的時候 看不到這邊是哪一站之類的 算是蠻嚴重的 那就像醫生講的 我也是很想去找到 他的起因到底是什麼 我就是那個會一直去 反醫生想要找更遠的人 然後我媽帶我去做過那種 神經性檢查 檢查視力 檢查聽力 然後長大一點 還去那種私人的診所 而且那個還很貴喔 那檢查出過敏原 他會說你可能什麼食物 是比較會去誘發你的偏頭痛的 那我有檢查到像 可能會去引發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 求學的時候都會去避免 直接喝牛奶 或是 而且學生時期 都是要喝牛奶 對 或者什麼蛋糕裡面也有 對 所以很痛苦 所以從此之後 再也沒喝牛奶 沒有 我後來發現 避免牛奶沒用 我就每天喝水 理想沒有很大 對 那後來現在還會這樣嗎 現在就還是跟醫生講的一樣 要跟他和平共處 那每次 每次有症狀的時候 就吃止痛這樣 不是 妳這樣講得強 妳現在還是會有閃電喔 還是會耶 真的喔 對啊 我們以為是過去式 現在還有 還有 還有啊 而且毫無預警喔 那妳這樣怎麼 妳不能開車 這樣很危險耶 對 可能就是要開到旁邊 然後休息 你有開喔 其實Anita她講的真重 其實蠻像我們那個叫做 有 或是前造型的偏頭痛 那大概我們偏頭痛的患者當中 大概五分之一卓的人 會有這樣的感覺 這個其實對大腦本身 它是不影響的 只是可能要提醒觀眾朋友們 那有些都 那大部分有偏頭都是年輕女性 那這種偏造型的偏頭痛 那年輕女性如果本身有抽菸的習慣 那有用一些荷爾蒙的藥物 其實它 閃電這個 看到這個叫預兆 叫前兆 視覺預兆 大概一般來說大概是半小時左右 那如果你的症狀持續 譬如說 一天內發作好幾次 甚至連續發作好幾個小時 一天的 結果妳要小心 可能要到那個大醫院去檢查這樣子 因為這個還是有 都跟腦部方面有相關這樣 現在有吃藥嗎 現在還是有 而且就是要 其實那個藥其實是 在頭痛界蠻有名的 它跟咖啡因集合在一起 所以大概如果真的是缺 就可以用這個替代的 譬如說 然後喝咖啡 一起咖啡 因為有些 像這個也試試看 可是喝咖啡會讓你頭痛症更糟糕 對啊我每次喝咖啡都會心急更糟 咖啡這件事情其實在頭痛界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 奇妙的一個因果關係 對啊 如果你的頭痛是很輕的 因為我們有些那個人 有頭痛有這個經驗 那天好像有點頭痛 喝杯咖啡 精神就起來了 然後也不暈也不痛這樣 那這個是輕的偏頭痛可以有 這樣的效果 可是如果你是 所謂重度就是可能一天 三四五六七八倍以上的 天天用 結果你的假日的時候 譬如說睡過頭 早上那個早上咖啡沒有喝到 早上那一支咖啡沒有喝到 反而突然間沒喝 突然間那個濃度掉下來 他的頭痛又要引發 對啊 所以有些人就是假日才會頭痛 因為有時候醫學上說 如果你這種偏頭痛的 盡量避免會引起偏頭痛的咖啡 對 結果他解釋是說 可以適量的 但不能過多 對不對 像這種頭痛啊 其實在急診很常遇到 因為很多人 他其實在家裡面 開始痛的時候 他都覺得說我忍忍就好 睡眠不足 睡覺就好 對 但是後來都是 睡到一半就痛到起來 吐啊 然後就一把鼻涕 一把眼淚來急診 可是其實急診醫師 最麻煩就是 你沒辦法跟他說 到底什麼原因 因為頭痛 那我之前遇過一個二十幾歲女生 她就是頭痛 然後痛到在那邊吐 然後吐得很誇張 那我說那你之前常這樣痛嗎 他說對啊 就是可能一個禮拜痛個一兩次 那我就幫他做一些神經學檢查 其實都還好 我就說我幫你先打一個止痛藥 然後打一個止吐的 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他就說醫生 可是你不要幫我做電腦斷層嗎 我說電腦斷層 最主要是看腫瘤啊 看初學啊 你這個就是 滿典型的偏頭痛嘛 那你怎麼知道我身上沒有腫瘤呢 對 這個就是 可是二十歲喔 二十五歲就不能有腫瘤 不是... 這就是急診醫師再來做的地方 你在偷懶對不對 我不會偷懶 我是代表他來問你喔 對 沒有... 我後來就跟他講一講 然後他臉色就 有點臭臭的這樣 後來就跟他說 電腦斷層 你可能做了輻射機量很大 你最後會得腦癌啊 沒筆 結果他有沒有照 沒有 後來我就跟他講一講 講了差不多十分鐘 後來後面病人 都一直在那邊 瞪著我們兩個在講話 他就回去 回去之後一個多小時 就又回來 減傷瓜號就說 剛才那個頭痛女生又回來 我想說他是不是很痛 要不然就再幫他 再加個止痛藥 結果不是他媽媽來 他媽媽問的就是 瓜哥剛才問的 我女兒痛到在吐 他在那邊丟東西 就我桌上病例 他就這樣丟 我女兒痛到在吐 你都不用做檢查 我說 我有幫他做神經學檢查 其實也都還OK 而且他這個痛也不是今天第一次 他說對 可是他今天痛到在吐 你能保證他沒有腦出血什麼 什麼的 我就跟他講了五分鐘之後 發現聽不進去 而且我病得真的手上很多 然後我就說好好好 那我幫你排 所以我們要開單之前 要先查雲端藥力 我看他最近這半年做了五次電腦斷層 在我們醫院附近的醫學中心 妹妹你最近這半年做了五次 他說對啊 我說那你為什麼還要做 他說 我聽了就快昏倒 我說 沒有事情就是沒有事情 沒有事情不好 而且我發現 他雖然頭常常痛 可是他從來沒有去看過神經內科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的痛法其實還蠻像 就是還蠻典型的偏頭痛 那我會建議你還是要去看一下 神經內科 就是要去留醫師 對啊 去留醫師 你們是剛剛聽完這樣 像什麼 其實我們那個頭痛 大家可能那個 有點錯誤的觀念 病患就會有一個疑惑 或就是說我正常怎麼痛成這樣 大家都有這個疑問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沒有一個醫師 好好地花時間跟他 說明你的頭痛 其實不是我們一般長瘤 中風 甚至血管玻璃這些危險的病 你的頭痛就是一種病 叫做偏頭痛 那偏頭痛本身是沒有儀器 可以造得出來的 它是大腦的敏感度改變 那你會比較敏感 所以你會因為各種的原因 會引發偏頭痛 可能一百個人裡面頭痛 痛得非常厲害的人 如果一百個人去造腦的話 基本上不到一個人 真的是有問題了 大腦 你說不到一個有長瘤的 對 不是這樣的概念 真的 還有一種 他常常起床 一個姿勢不對 或枕頭沒墊到膏 馬上就痛了 然後接下來就看下去吐了 這麼嚴重 他也不想去吃那個藥 就一直拖 就拖兩個小時還是一樣 最後還是要吃 其實我們偏頭痛的治療原則 基本上是希望 早期治療 就是說我們有點像那個火在燒了 那它會蔓延 那你要趕快在前面一個小時內 趕快把那個火滅下來 它就不會有後面的那些燈走 可是很多患者都想說 不要吃那麼重的藥 他都不想吃 對 可熟不知這個頭痛 不會因為你不吃藥都消失 而且蔡醫師他就是過來人 也絕對你的痛不是赤補 然後你就很解決 對 我吃的是一個最特別的 他一個月健保症只上限給整個八顆 對 那我就是吃到已經一個月吃八顆 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 所以才輔助用一些電流 用一些這個針灸等等去 是不是因為 你有這個病 所以你看起來很年輕 不是 你有沒有辦法 不曉得 我都不曉得打太多了 三十一針 每次都三十一針 一直定住青春 我跟你講 天頭痛不是開玩笑 真的蠻可憐 蠻同情這件事情 接下來討論什麼呢 蜜尿科 講完大頭改為講小頭 包皮是這樣過長嗎 是不是需要割包皮 其實很多我們在門診很多會 爸爸媽媽就是帶著小朋友來問說 我小朋友這樣到底要不要割包皮 那我們其實簡單整理幾個狀況 其實小朋友剛出生大概都是像這樣 這完全是推不下來 就是我們就是包 那最右邊的就不用考慮 就一定要割了吧 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一定要割 也不會建議你 因為你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是 稍微可以露出一點點 但是他可能沒有辦法完全推下 也還是沒有辦法清潔 所以這種我們也會建議說 可以考慮處理 那大部分人其實比較幸運 就是他可能是像這樣 他是可以完全的露得出來的 那就沒有非割不可 那通常我們這種我們就會叫做是 那另外兩種我們就會講說 他比較算是包經 有沒有生下來小孩不管什麼型 他說因為我們是猶太教 所以你一定要割 對 基本上有一些人是會因為 宗教因素要割包皮的 的確 台灣比較少 但是也還是有遇到 那但是其實小男生生出來的時候 百分百都是長這樣子 真的喔 對 幾乎沒有例外 百分百都長這樣 所以其實小男生都可以割 只是我們醫生會建議小朋友 一定要馬上割包皮 就是給家長自己決定 主要原因是為什麼呢 我們曾經台灣幾十年前 有一個調查 就是把小男生從他剛出生的時候 就追蹤到他差不多 國高中的階段 發現大家幾乎所有男生出生 都長這樣子 可是到你差不多 國中高中那個階段的時候 你只剩下60% 有60%的人 他就是完全可以退出來 那40% 40%就是這兩種 可能大概會佔40% 所以你說那時候 如果看到那個年代 還是像右邊這樣 還是像這樣子的話 就要割了 就算了 就割了 那如果你是長大之後變這樣 那就不一定要割 你可以自己決定 可是有的人就是說 小孩子生下來 就順便割一割嗎 因為他也不可能 對 這個其實很好玩 就是我們這有一個案例 就是說是爸爸媽媽的意見不一樣 媽媽就先帶小朋友來 然後小朋友大概才一歲多 他媽媽就是想說 要想要割包皮 然後就來給我看 然後我們看完就說 其實還可以啦 小朋友他也沒有發炎 然後尿尿也還OK 不會因為造成他排尿的問題 那我就會說 那可以再補一看看 不一定要馬上割包皮 然後媽媽好 OK 聽了就回去了 結果隔了兩個禮拜之後 就換爸爸 帶同一個小朋友來 爸爸就說 那這個到底要不要割包皮 我說可是當次你來 就有跟你們媽媽解釋過 其實你如果清潔做得好 那等他長大再割就好 其實也沒有關係 然後結果過沒多久 又換媽媽帶來 又是同一個小朋友 我說你們不是講過了嗎 你們幹嘛一直來 然後他說因為就是 媽媽很想要把弟弟的包皮割掉 然後爸爸說不用 男人就是這樣 長大再說就好 然後他們兩個就是僵持不下 然後就在家裡吵架 然後就是一直在 就是吵說 小弟弟到底要不要割包皮 這樣子 然後就後來就是 叫爸爸媽媽一起來 終於在當面就是吵一次 就是 這小朋友真的不用割包皮 然後你回家自己照顧就好 那割的缺點是什麼 其實在我們的立場說 割的優點是什麼 大家大部分家長說 小時候哥是比較 是不是比較沒有印象 你痛的感覺 你比較不會有記憶 沒有就這樣過 那你長大哥哥 你可能就會比較痛 你會比較害怕 但是其實 當然第一個 的確是這樣子沒錯 小時候你沒有印象 可是因為第一點是 因為我們現在 割包皮的技術 已經很先進了 所以其實你 就算是長大哥也還好 對 那再來就是說 小朋友其實他 你看其實你有60%的機會 你以後不用割包皮 那其實這件事情 你可以留給他 長大之後再自己決定就好 你長大之後如果真的怕痛 我們會 我們現在有一種新的儀材 器材叫做包皮槍 就是很像開管器 那他也有小 他其實也有出小朋友尺寸的 這是大人尺寸 然後這大家可以看就是 他的出戲就是不一樣 這種手術方式 他就是一次就可以 直接把你的包皮割掉 然後用釘子把它釘 你左邊那個也是 要勃起才能割吧 沒有 我們都是 我不用特別看你勃起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是要割多少 我們大概割就OK了 因為那時候 我生兒子第一胎的時候 醫生就有問我要不要割 我說我怎麼知道 所以他給我的分析評估是 他說那你先不要割好了 他說因為小嬰兒 好像都是一個尺寸 像削籤筆機 對 他說割出來 萬一你小孩 還長大 他會變過緊 那要再開 是不是有這個可能 所以我們其實比較建議 是長大再給他決定 對 那當然 如果你因為宗教因素 我就沒辦法 長大開因為 當然現在醫學進步 我對這個有印象是 大概我還念小學 我看我舅舅在割 割了我去醫院看他 他真的很痛 因為他那個包紮 就躺了 他包紮一下硬 軟掉又掉下來了 對 你知道他很麻煩 他醫院就躺了 超好幾天 所以我覺得 就在他們印象當中 去割是比較好的 對 當然有的人當 當兵不能割吧 其實當兵也可以割 我們很多職業軍人的病人 就是出來割 然後可以請假這樣 對 我意思是當兵的很多人 其實不就 榮譽架 就放在那邊也不用出操 對不對 對 其實像我們現在這種割 包括以前早期可能真的很痛 可能需要在家裡休息 現在用這種方式割 我們有病人早上割完 下午去面試找工作 真的喔 而且他說他在面試台電 他要扛那個重物的 還是可以吃 所以這個也可以開紅酒嗎 我很想要試試 對 很像開紅酒的 紅酒器 很像開紅酒的 人家都說薄筆槍 我都說這個應該要叫做 因為很像 像其實我生的兩胎都是男生 然後剛 小朋友剛出生的時候 醫生就建議說 那個包皮有點過長 所以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出生的時候 當天就馬上幫他們割包皮 所以我覺得也好 省得就是之後長大的時候 他會痛 然後所以兩胎出生 就是直接都把包皮給割掉了 他就感謝你 對 那可是我也不想 我剛剛聽到醫生講說 可能他長大之後 可能就會好了 然後我想說 那我現在是不是太早幫他割 然後後來現在小朋友 大概小三了 然後小三去學校的時候 同儕團體 大家就會上廁所 然後上完廁所 他回來跟我講說 媽媽 為什麼那個 我其他同學的雞雞都比我長 為什麼 因為這是包皮 大部分的小朋友 我相信應該都沒有割包皮 所以就是包皮都過長 所以可能這樣一排 那個沒有割的就會 雞雞就會比較長 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割包皮 所以也會順便教育小孩 就是在洗澡的時候 因為現在大會自己洗澡 他順便把他內推 然後就是怕他那個裡面有夠 長大夠 對 其實我們門診常常有 因為其實我們在健康教育 在這塊比較不夠 所以常常有一些 都已經到大學生了 然後他都沒有推下來洗過 對 然後裡面就是很髒 然後有時候還會化膿 會長細菌 對 有的 你懶了三四天不洗澡 裡面已經 冬天你都不洗澡 發霉了 裡面早就完蛋 第二個你如果割完之後 他因為都是陰莖在外面 所以他將來呢 這個持久性會比較高 真的喔 對 摩擦之後他會有一點角質化 他敏感性會比較好 我自己其實只有這個問題 醫生說小時候 哥比較沒有印象 我小時候哥印象深刻 我的成長過程 就是因為包皮蒙上去陰陰 我其實是不舒服 因為我小時候其實就是會癢 那個時候地方就 因為包皮就是過長 一直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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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因為我是生在 比較民風保守的 媽媽沒有教育我 所以要洗乾淨 他只說大會的時候說 不要一直抓 很難看 這樣出去會被笑 你出去一直抓 雞雞 一直抓 雞雞 他還用恐嚇威脅你 你就害怕嘛 好 我就不抓 可是就癢癢 可是癢你憋久了 你反而越嚴重了 抓... 有一次抓到 抓到已經滲血了 抓到我就已經很痛了 這次不行 我一定要鼓起勇氣 跟媽媽講 然後我弟弟痛了 媽媽還帶我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攤開之後診斷 他還說這個已經化膿化到 快要變成蜂窩性主治眼 因為已經抓到有傷口了 整條傷痕累累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也跟我講 就是這個要先吃 我那個時候小時候去吃抗生素 吃了一堆那個藥 才把他治好之後 再去看 然後媽媽還是叫我不要動 因為其實包比過長還是會癢 他也沒有跟我說要翻開洗 再去看的時候 醫生就是看著我 他說 難道真的要割掉了嗎 我當男生的生涯這麼短 要割掉了 我以為整根割掉 我以為整根割掉 因為那時候還小 我就印象很深刻 他說要割 這個要割 大概六七歲的時候 媽媽就跟我講說 這個要去做一下 因為他小時候手術也不知道什麼 就是半筒半片 說買電動玩具給你 然後你去 就去這個醫院去給醫生叔叔看 他幫你治好這個癢的過程 那個時候我們是傳統的那個手術 那時候早期 包一大包 然後那個會剩血 那個沒辦法 那要休息 沒辦法說當天就好 那要捆紗布 因為他會一直出血 那因為會乾的又是濕流乾 那個乾了的時候 紗布會黏住 所以你每天都要揪心之中 因為不能要換啊 每天都要換啊 他也不知道包多勤 因為你平常就軟下來 可是你憋尿他又 對 啊你每天就要濕 你自己不敢濕 要叫媽媽幫你濕 然後你要三二一尺 然後每天就要趕出這種空 一兩個禮拜 所以現在海產會感謝 張家欣這種父母 真的 我就感謝 而且我現在真的有因應 我現在看到四神湯 我腿會亂耶 會害怕 就是你已經這種根深蒂固的害怕 所以好險你現在已經割完了 然後真的要翻開洗啊 我覺得爸爸媽媽要教育你 小時候就這個 是因為小孩不知道真的會有時候 你看小孩子不是每天洗澡 如果你不渡處他 冬天他可以三四天不洗澡 對 對不對 那個地方完全就是 髒的一套五 都很容易的 很容易感病 而且跟女孩子性行為當中 也容易會 傳染給別人 傳染給別人 對不對 對 因為性教育要做 我們性教做得不夠足啊 其實顧醫師不用客氣 其實鼓勵大家割的才乾淨 對 對 其實是 如果真的很包 我是覺得可以割啦 來 接下來我們皮膚科 很常被問到的是 我的髮量是不是變少了 是不是快要禿頭了 我分享一個個案 他是這個二十幾歲的一個男病人 他每兩個月都要來掛號 看我的門診 不是我的粉絲 他只是來 每次來都問我說 醫生你幫我檢查一下 我是不是快雄性禿 我也沒有雄性禿 然後你看一下我這個瀏海 他就一直往後撥 我也沒有M字型 然後你看上面 醫生你不能用看的 你要用那個鏡皮鏡幫我照 確定一下 這個是地中海禿嗎 還是原型禿 他說你看一下我這個毛囊還在不在 還健不健康 頭皮還好不好 那兩個月都要來確認一次 那我看就 就很好啊 二十幾歲那個毛囊 每一個裡面都很健康 頭皮也很健康 土壤也很肥沃 就是那個頭皮的部分 也都很好 這種人你一定要知道 為什麼他會一直這樣問 其實在我們門診裡面 會一直這樣問一定是有一個因素 後來我就間接知道 因為他爸爸很嚴重的雄性禿 那還沒有交女朋友 所以他很怕他自己 像他爸爸那樣子 對 那因為他爸爸本來真的是 就像瓜哥說的 可能年輕的時候 超多的比方 飛哥頭髮還要多 但是隨著年紀慢慢增長了 五六十歲的時候 開始地中海 前面也M字型 然後一直一直往後退 然後整個頭上的髮量 越來越少 他就看到親眼一下他爸爸 頭髮從多到少 所以他心裡也是有一個陰影 那後來當然他爸爸是有治療 所以稍微有回來一些 但是他內心就覺得說 我會不會佈上我爸爸的後塵 其實這個遺傳性很高 對這邊遺傳性也很特別 雄性禿的這個遺傳 不是看爸爸 其實有時候是看媽媽那邊 舅舅 外公 那個還比較相關性 對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會遇到 像這樣子一直 要我們確認說 我也沒有掉頭髮 我也沒有禿 然後其實他們內心都很脆弱 就是需要人家 醫生要兩個月給他拉拉隊 鼓勵一下這樣 真的 對 所以我 而且你知道嗎 男生禿可以離光頭 女生禿真的很麻煩耶 像剛剛醫生說的 我就覺得我好有困擾 沒關係 他這邊有帶儀器 有的 有的 我們帶著那個 簡單的頭皮的檢測儀器 其實他是一個助衛顯微器 它很簡單 然後我開機一下 其實他這個顯微攝影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頭髮開始 這邊是比較多一點點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的毛囊 我們一般一個毛囊 一個洞裡面最好是住兩三根 那我住多少 對 你的有的就是一個洞 可能這邊還好 那他因為常常 這邊都很多 可是你看掃的地方 頭髮你看它超細的 有沒有 那邊超細 不 那根超細的 然後我們叫 頭皮因為它 你看它連上面噴的一些東西 都照得到 因為它有噴膠 因為它造型 對 那其實運動員有時候 真的是頭髮 所以你看那個植法 那麼細的地方都可以植對不對 就是放進去對不對 對 就真的是一個洞 一個洞 我們就是毛囊單位來 幾千顆這樣植 中進去 對 就像 因為這個實在是顯微鏡 照得很深 因為我們看的頭髮秘 可是進去裡面都是 對 你看有空囊 空一堆 然後還有那根超細的 哪一根這個 這根就超細的 真的會越運動 然後越有雄性激素 就禿頭 運動員就是這樣 你看每次都打棒球 在跑壘的時候 好帥喔 結果頭髮掉下來 真的 我每次那個 就是我的車友啊 每次拿下安全帽 就是你誰啊 長得完全不一樣 就禿頭 就是差很多 是 所以頭髮 真的大家很重視 那我這樣還有救嗎 有啦 還有救 但是你可能就是 還是要好好愛護他 對 不然你們說我的愛夫 他們都禿頭啊 來 謝謝三次 好 謝謝 其實我剛剛看到他 我覺得你真的要好好的 就是護你的頭皮 照顧你的頭髮 像我自己就滿重視的 那我已經超過五十歲了 那對自己的頭髮的保養 其實滿重視的 而且我之前其實都很驕傲 就是 可是這一次疫情所在家裡頭 就是跟兩個小孩 從眼睛睜開來 一直到晚上 每天綁在一起 那壓力真的很大 又要盯他們的功課 然後又要煮飯 然後我還要管理 我補習班的這個線上課 看老師有沒有出席 小孩有沒有出席 所以整天的那個生活 就變得很緊張 那個時候我就突然發現 就在瞬間 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好幾根白髮都出現了 對 然後就感受到 人家說這個一頁白髮 但是你知道就是在藝人 如果是自己要這個 有白髮出現的時候 你就會緊張 因為你如果去做活動 或上節目的時候 人家說有白髮可能就顯老 那可是現在的人 其實他們就是 生活的作息不是很規律 然後飲食可能就不大均衡 然後再來壓力很大 那很多那種二十歲三十歲 都已經有滿頭白髮的一些困擾 對 而且這個白髮可能 一白就是要到七十歲八十歲 陪伴著他們 那也不能常常去染髮 就像我那個時候 看到白髮的時候 我就想說天啊 現在是疫情的時候 沙龍也沒有開 那在家裡頭自己好像 染髮很麻煩 後來就是我跟朋友在聊天 她就跟我講說 現在是有這種 植物性的 又可以染髮 然後又可以護髮膜 那所以其實真的很方便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就會想到我媽媽 她在年輕的時候 其實就很容易有白髮 我記得媽媽以前在家裡 有染髮 就會有很刺鼻的味道 對 一定 然後就聞起來很不舒服 你就知道她在染髮了 那我是不大可能 你出去工作主持活動 如果在疫情之間出來 就變白髮的話 可能很多人會說 怎麼了 她變老了 然後超過五十 你看馬上就瞬間老掉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試用了這一個 那我覺得她很棒的是 因為它裡頭是這個 80%都是護髮的 這個成分在裡面 然後又含有 天然的植物成分 其實就像生薑 高麗森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 然後也有這個 山茶花 這一些天然的成分在裡頭 你就會發現它非常的溫和 而且是慢慢的 這個漸進式的去 讓你的白髮上色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摸你的頭髮 感覺到也非常的滑順 所以就覺得非常的好 那所以我覺得 在用這個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它可以照顧到你的頭髮 而且也可以照顧到你的頭皮 所以心情好了 白髮也少了 現在真的是 我們叫 太少也擔心 然後顏色變白也擔心 但是白頭髮 其實是 有些人早一點 30歲以前長白頭髮 我們叫 那大部分人其實35歲 或多或少就會開始長 那50歲你去普遍調查 每個人頭上一定有白頭髮 很少沒有的 那就是因為頭髮 它也是會有一個老化的過程 但是我們只要一老 那個白頭髮一出來 你就覺得很沒精神 有時候不見得是覺得 你老就是覺得很沒精神 像疫情期間 我有病人來悶症 那他可能兩三個月 都沒有去染頭髮 那個我一看 這誰 跟之前差很多 趁著年齡上面或是氣盛 明明就睡很飽 人家就說 你怎麼精神不太好 那白頭髮再過去 大家可能想解決他的辦法 就是我們用一些這個 染髮劑 但是的確 染髮劑有一些有PPT的成分 有些病人染的時候 真的是會又紅又癢 有一些反應 所以我覺得像艾琳姐這樣 講的這個方法也是不錯 我們可以使用這些 具有染色又有護髮的一些功能 如果你頭皮對PPT沒有反應的話 那你就可以使用這個 含有PPT的染髮產品 那但是如果你頭皮是很敏感脆弱 對PPT有反應 那我覺得你可以選用 像剛剛艾琳姐講的 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那裡面的成分其實也滿好的 有這個高麗人參 生薑 還有美國精華 其實對我們的頭髮都滿不錯 那另外黑米聽起來 就是對頭髮很潤澤 山茶花油 其實在日本他們也很常 用來做為一個 其實在我記得是在 他們典型上面就有說 對我們的頭髮 其實很有亮摺的一個效果 所以你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同時又可以很安心的 讓你的頭髮上色 然後同時你也不用去擔心說 我用PPT 我用了以後會不舒服 那就做一個其實 兩全其美的一個選擇 所以像蔡醫師她剛才講 像是PPT 阿摩尼 還有這個雙氧水 另外還有這個防腐劑 我媽媽就是用了 類似有這些成分的東西 它就會有這個紅 還有氧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就會建議她使用這個 因為裡頭是含植物的成分 但是我覺得最棒的是 它沒有那個刺鼻的味道 所以聞起來 大家可以聞聞看 就是 對 最重要的是 我一邊在 讓它這個敷在頭上 就像敷面膜一樣 我還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這個一定要放在頭上 停留很久嗎 大概三十分鐘 如果我今天沒有工作 我就讓它一頭白髮算了 可是有時候你染 去那個還很好心說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跟妳染根部就好 不要碰到頭皮 對 結果染了跟沒染也是一樣 再跟我打下去 還是底部都白的 尤其那個頂光 剛剛聽他們這樣講 好是你一直洗 它從根部就已經開始造皮 一直長 它一直養成 沒錯 因為有了白髮 最困擾就是它一直會長出來 對 它幾天就長出來 對 要不然真的 像我們那種工作 大概 你就算兩個月染一次 一年都要染六次 對 不要變成讓醫師討厭的病 不過剛剛那些話 其實也並不談 聽起來患者比較可憐 對 我頭痛怎麼樣 這個就不算困擾 不過有任何疑問 應該好好的質詢 醫師是這樣講 但是醫者父母心 他還是希望你們都能了解 讓身體變好 好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 ashamed 下次再見